港股一样,美股也有投资注意事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投资美股的注意事项 一,不融资买股票,也不融券做空 二,不进行短期炒作,只进行长期投资 三,远离烂公司和有造假嫌疑的公司 四,远离大股东多次减持的公司 五,远离不派息或派息很少的公司 六,远离被做空机构质疑的公司 七,不申购新股 看到没有,美股的注意事项和港股也是相似的 同样为了同学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学们在投资美股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执行注意事项中的要求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实现财务自由的美股投资方法 与A股和港股一样 美股的投资方法同样是这五大步骤 第一步,选出好公司 第二步,等待好价格 第三步,买进 第四步,长期持有 第五步,卖出 下面我们重点讲一下选出公司 等待好价格,卖出这三步 买进和长期持有这两步虽然很重要 但是与A股和港股完全一样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步骤 选出好公司 打开同花顺财经 点击问一下财 可以看到以下页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有多少只股票 输入价格大于0.01 点问一下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5654只美股 这个数字每天都会有变化 我们知道现在大概有5600多只美股就可以了 我们下面就要从这5600多只股票中 把最好的一小部分公司给选出来 我们发现美股的数量差不多等于A股和港股之和 所以我们的选股条件要比A股和港股的延一些和多一些 输入以下选股条件 连续5年ROE大于15% 连续5年毛利率大于40% 连续5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除以净利润大于80% 资产负债率小于60% 市值大于50亿 我们通过这5个选股条件来筛选美股 这里同学们可能会发现 连续5年毛利率变成了大于40% 比30%提高了一些 这是因为美股是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强的一批公司 好公司很多 所以标准稍微定高一点 另外还多了一个资产负债率小于60% 和市值大于50亿两个条件 我们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公司的安全性 我们把资产负债率设为小于60% 市值设为大于50亿美元 是因为美国的公司太容易退市 大于50亿美元的公司实力相对是比较强的 美股中大概只有20%的公司市值是大于50亿美元的 市值大于50亿美元的公司被退市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市值大于50亿美元的公司有1058个 大概就是美股总数的20% 好了下面我们来搜索一下 点击问一下财可以看到以下搜索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有28家公司符合条件 这28家公司是从5000多家公司中海选出来的 海选出来28只股票以后 下面我们就要精挑细选了